大家好,欢迎来到花样编织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款特别简约精致的树牌纹花样 正款花样就是与搓板针相结合的 我们用来编织毛衣帽子,包括围巾都是极其合适的 针法很是简单 它是六针一组花 我们片子的话就齐六的背数加三针 然后再加两针编针 也就是六的背数加五针 整个花样就是两行一个循环 特别简单好织的一款花样极有弹性 反面是这样 特别平整 下面为大家示范一下 示范到我这里是取了十七针两组花 也就是六乘一二 然后加三再加二 首先制造花样之前 我们先制两行底针行 底针行到第一行 就给它制一行下针 然后这一行全制下针 第二行 底针行第二行也就是 第一行是一样都是制下针 也就是制了两行平整 也就是制了两行平整 我们再开始给它排花 好 来看 接下来来看就是花样的第一行了 编针 这个花样都是上下针编针完成的 好 三下 然后三上 好 重复这六针的组合 继续 三下 再三上 好 重复到最后 边上剩三下 也就是加起来和这 右边三针下针相对称 边针 好 花样第二行也就是反面行 我们和底针行是一样之 就是全针下针 它是两行一个循环 它是两行一个循环 我们再来一组哈 也就是三个下针 第一行 好 三个上针 好 就重复这六针 三下三上循环去支 然后再三上 好 直到最后 边上剩三下 边针 好 你看这个花样很明显 就始终重复 三下 三上 三下 三上 循环去支 反面行的支发很简单 就支一口下针就可以了 这玩花样 无论支帽子 毛衣 都非常好看 我就给男士支毛背心 很简约 好 下面就始终重复这两行循环往上支 你看这个效果 就出来了 是精致 简约的一款花样 极有弹性 弹性非常大 也不易变形 好 下面你就始终重复这两行的 编织循环去支 好 今天又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